四位 藝術品 也是老酒 這都是一般我們接聽到的收藏品 不過這幾年來 有不少人是開始來收藏農會比賽地 因為這比賽地 除了一季以外 還有農會做的防衛風條 因此 介紹是不斷來提高 尤其是六個鄉農會比賽地 目前所有流團出來介紹 已經是當年的十多杯 台灣人要喝茶 從北部 中部一直到南部 都有農民的財政地味 各地農會跟合作者 為了要提升地味的介紹 也都會定期基盤地勢 若是可以排名到頂 地味的介紹往往都會去十杯 甚至幾十杯都有可能 所以有地農十多年前 就開始收藏農會 每年電視稍微比賽地 我們看那個 電視上都會有報導那個拍賣會 那個普洱茶都 每年創下那個天價 然後我就覺得 台灣茶應該也要這個機會吧 大概六十 這個行情大概 大概四十 你沒聽不對 六個鄉農會民國七十一年的比賽地 為原本一斤幾十千塊的介紹 現在是起到六十萬塊 另外當中台北新三合作者 民國七十三年的漁農地 現在也起到四十萬塊 這個是民國七十一年 入股農會入圍的茶 那保存到現在是 它的香氣滋味都非常濃郁 非常好喝 不舒服的茶的紅印 所以我盡量推廣這個台灣茶 以原封的收藏價值會比較好 在比較有它的收藏的那個 對 比較不會有一些爭議 這已經是替證紀念茶 那個九二一的時候 因為日本用水公 沒有任何禁錮 不過農會比賽地有一件 還有紅紙紅毛的紅條 也能出價值才會不斷提供 早期沒人買啦 因為他們都會覺得說 這是已經是過期的茶葉 怎麼可以喝 對 走位了 有了就把它丟掉了 對啊 垃圾車撿了不少 我們早期比賽地的時候 是說可能是茶農 是說老飯吃就好 一些好地都賣掉 林先生 加這麼多老地 給他修圈起來 讓以後的人知道 我們六個檔領地 這個老地這個區域 會這麼好 面對現在的時間問題 拜明中頂的比賽地 在農會感到 更重要平行的八關之下 是不就要的人數 全港第一的第一選擇 以下每一年比賽地 數量有限 近四位修圓 跟另一方投資的目標 既然王主入場報道